我简介说一下我住在这个待厅的情况 就是男女主刚分开 好像是这个妈妈得到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然后她从农场搬到这个小镇 刚搬过来三周 这么些动物三个孩子 刚搬新家还有蔬果园 就是她根本忙不过来 所以她招我像我这样的walkwear 我过来就帮她减轻很大的负担 比如说早晚喂鸡鸭马猫狗 还有清理他们的宿舍 然后做做晚饭 有的时候晚饭我做 然后她妈妈带孩子 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小孩 她妈妈做晚饭 下午时间也做些杂碎 比如说就刚搬到这个房子 室内有粉刷墙 整理一下她的书籍啦 衣物啦 包括给爸子配对 还有收拾一下厨房啦 还有她每周去奶宁场挤奶 我也去学去帮忙 还有比如昨天去蔬果园摘了一些蔬菜 这些事情我做的还蛮得心应手的 而且很有趣 我也学到了很多 就充分体验了在挪威小镇农场家庭生活 幸运的是我和这个女主还挺合的来的 她就是那种大烈烈性格开朗 她大学的也在美国读的 她当时也有一个问 然后在后面就扔了一个床垫 就开始美国加拿大的公路旅行 超酷的 烟麦在冰箱里泡了一下就软了 然后再加点牛奶 进微波炉打一下 这个是农场夏天的树莓 在冷冻里 然后拿出来放在冷藏里 本来它可以加点糖做成果酱的 但是我懒不加糖让它化着就行 我吵架能吃水果 再来点汤 这个手套是两只左手的 我有两对 现在变成三只左手 一只右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戴上这只是正的 这只是反的 又是下雨的一天 鸡舍鸡食喂完了 就喂面包 面包在这 刚过期的一些面包和三明治 这个是猪油 昨天菜地里摘菜的叶子 然后外圈的叶子就给鸡吃 然后底下还有昨天剩的pasta 鸭们吃的也挺丰富 其实我不知道拿多少 这些应该足够 民家的羊羊们早上好 现在渐渐生活有了点节奏 每天早晨9点钟 喂鸡鸭喂马 把马牵到外边去 然后再做点yout work 绿油油的叶子 我都想啃 这个三明治给他们撕一撕 撕成小块 哦 what's going on it's a party 新东泡到货了 给它安上 啊和事太棒了 这些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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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加仓了 除了吃草 还有这个 是它泡发的 加点水 好退好退 吃吧吃吧 你不可以做的 好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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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这个大马是个挑战 因为它太高了 而且威说 这个马挺聪明的 就欺负新手和身高矮的人 吃好 听到为熊孩 给我动着 我正在带着你 来 快要快 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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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好可惡 这个门口介于水的直接用 接下来最exciting的job就是蝉屎 食材完了在这个尿的地方撒一些干沫 你看这些码粪都是这里面倒的 因为他们才搬来这个地方 还没有一个compost就是堆肥的地方 等堆肥的地方做好了之后这些都要被清理 行了上午的火就干完了 下午就是我们粉刷了家里的墙之后 要把所有边角的胶带给撕开 站在这里放一小会儿待